各位棋友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另外一盘 中局的盘面 先来换红方 双方刚度过了开局的阶段 红方为了避免黑方解开右翼的封锁 红方走冰山进一 这一手棋感觉构式上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这个组还是蛮大的 实战黑方G8平7 G8平7这一手棋两个G对掉以后 这个棋可能就趋向相对平淡 所以说在这个得失之间的衡量 黑方似乎应该要走逐气进一 保留这个G跟红方的G 黑方的G可能还是比红方的G价值高一点 所以不宜兑换 虽然说被这个竹给挡住了 但是他有看炮牵马 那将来呢黑方比如说走个向七进九 或是将来有机会飞正向的时候呢 守住的这个组合那黑G的可能性呢 发展性还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说呢他可以保留黑G跟红G 好那实战呢 黑方G8平7 红方G3进五吃 黑方G7进一 好那红方炮2平3牵住 好这样下就接近了军四 好那黑方 这个选择了 这个一点弹性的变化 走了个组五进一 好如果说走四六进五什么的 那他下的简单一点呢 透过这样子换了 然后这边有打到一个中兵的这个权力呢 感觉黑方也不太好赢 好所以黑方呢走组五进一 好那红方呢马四进二 好这一手棋呢颇为刁砖 好因为下一手棋呢 红方有马二进一 好看起来有个马二进一 好抓住以后呢 如果说黑方呢 去保护这个组 好那他在马一进二跳进来 好马上就从弱马 变成一个赶赴前线的马 好那实战黑方是向七进九 好但是向七进九呢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这个看住这只马 好所以说走得精细一点 黑方可能可以考虑G二进一 好G二进一之后呢 红方如果马二进一 黑方可以透过弃竹 好然后这个G呢 反正就是赶往 好这个红方的右翼 好他如果飞向或什么 他如果飞向的话 中路就出现问题 好他如果马一进二 黑方呢因为这个G呢 已经预守的这个卧槽了 那黑方这个竹呢 还可以续冲 好那这个 也可以呢 牵制住 如果红方呢将来要马二进四 马四进五之后 黑方还可以透过G二平六 G六进三 好去抓去牵制这只马 好那实战呢 马四进二 黑方向其进九 红方炮打马 好下来很简明 然后炮 吃炮 好那这个棋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错了一个手顺 好所以导致呢 这边又出现了局势的波动 好红方实战是炮八进二 好其实红方呢 应该当机立断 走一个马二进四 好就符合 好就是说比较有连贯性 他待会就有一个马四进五 好这个棋这样子下的话呢 红方也 就是说不太坏 好因为黑方呢 多了一个棋主 可是这个中兵呢 看起来是即将要少的 好那黑方可能马一退三 好多摇一手 那红方在考虑炮八进二 或炮八退一 好那 实战呢 红方炮八进二 好这一手棋呢 感觉不是特别的急破 好那黑方呢 在这边呢 走了一个局部还可以的棋 就走一个炮七平八 好针对这个红方马二进四的意图 好那红方马二进四 好那黑方呢 这个中竹呢 不好丢好丢了之后呢 黑方的防线可能会被渗透 好所以炮八进二 好拉住了 好那 红方这个棋呢 就等于说这个马呢 他的进攻路线就没了 好那红方十四进五 好那黑方十四进五 好从此呢 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对峙 好但是黑方可能相对有潜力的 一个阶段 因为黑方多了一个七族 好那同时呢 这个两只马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然后那七路马呢 也受到黑方的这个中炮的牵制 好那红方呢 实战G8进七 好试探一下 好 黑方呢顺手走了 四五进四打 好心里想说 如果你吃吃我吃你 你这个是不可能这样下的 好因为黑方呢 有闪击的手段 好 这个时候黑方 黑方是四四进五嘛 黑方好像是四六进五 好 黑方是四六进五 好那红方G8进七 好 黑方四五进四 好那这个四五进四呢 虽然说打了一下呢 算是一个先手吧 好那红方反正他是不能吃 好但是呢 这个起来黑方可以 还是可以考虑炮五瓶六 好炮五瓶六之后呢 好看红方要不要换这个起 好因为他如果吃马 好他吃炮这边又杀出来了 好那红方G9平七 好那黑方G2进六 好抓马 好七进六再G2退一 好红方这两只马 处境很艰难 好黑方不管是G2平五 还是已经埋伏的主五进一 好都相当的凶悍 好尤其是呢 这红方右翼的是空门 好只要杀通兵临线呢 攻击G双炮攻击马跟帅呢 红方是很难承受的 好那所以红方呢 也不太可能主动去解除封锁 好那炮平六之后 黑方可能还会有强硬的向三进五 就送你一个像跟你换这个 这个拿像跟马跟你换炮都可以 好那炮五平六这手起呢 呃解开戳手吧 然后把阵型调稳 好看起来也是蛮有潜力的 好那实战黑方是四五进四 好那红帮G8退三 好那黑方14进五 好那红帮炮八退二 好这边呢 红帮似乎没有什么好奇可以走了 好那黑方主九进一 好红帮在炮八进二 好看起来是真的没起走 好那黑方呢炮五平六 好那红帮呢 G8退四 好这个G炮呢 G马炮呢 反而看起来是要压住这个G 但是呢也受到 很强烈的一个牵制 好那红帮 呃 G8退四 黑方呢 好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呢 看起来好那黑方呢 就炮六平五 哦 G8进四炮五平六 而G8退四 好这样子呢 就变成一个不变作合了 好一时之间可能找不到一个 比较没有风险的进取方法 好那走到这边 那其实换红换黑方呢 黑方也可以考虑 保留一些变化 黑方还是可以飞个向 好然后呢 虚突进取 好或者是未来 啊未来的话 将来可能还有一个炮六进三 好炮六进三呢 在做强力的封锁 然后压制住这只马 好那再 找寻这个逐七进一 啊等 或者说封锁红方 这个河口的一个机会 好所以这盘棋呢 大致上 呃 双方呢 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 好那形成了一个互有顾忌 好中矩的盘面呢 最后的盘面呢 黑方稍好一点 是可以考虑 这个在变化的 好但是呢 时间比较紧了 就没有变了 好那今天为大家分享 好这盘棋 谢谢 谢谢